大家好,之前有玩家詢問為何修維可以這麼高,這邊分享一下 影片開始前線謝謝H玩家的超級留言,非常感謝 開局必帶心有靈犀,學習的修維變為兩倍 獲取方式悟性達到15點,可以得到的天賦 再來必帶的是草木皆兵,使用任何外攻不受武器限制 最後是無師自通,降學任何武功不受門檻限制 開局的武功我通常會帶飛龍槍法和刺殺刀法範圍廣 開局一樣先把無名創造的任務解一解 提升等級和名聲,爭取趕快開啟家園 家園開啟後隨便來個新人夾擊武器,之後再來裝 悟到被令我必帶的是天魔式魂術,攻擊可以吸血和吸魔 子圍長還是選配,我這周目想要展示拳和刀的修維 萬名長必帶,因為怎麼可以加拳修維 無雙刀法選配 如來神掌選配 提升修維除了武功還有修維書,先帶大家拿下全漢刀的 前往大良武館,找館主義務 他身上有加5點的全修維書 前往若鋪找春秋義務 他有加5點的刀修維書 前往太白樓 先找掌櫃買一壺劍燃燒春 對了,錢不夠記得去賭房賭錢 前往儲香城 找館主義務 他有加5點的刀修維書 前往汪幽樓 會觸發邋遢張和長春寺的劇情 這邊選擇給他一壺劍燃燒春 會獲得一本加10的掌修維書 利用珍寶格,從別的周目拿一件隱形斗篷 前往琳琅館 在房子旁邊有個寶箱 裡面有各類的加10點的修維書 到館裡用隱身斗篷把伏鑰子點暈 到後面這邊的櫃子拿一拿 可以拿到全看刀的加15點修維書 前往神部門 找球之末把好看杜升到滿會打一場 再邀請他入隊 可以獲得加10點的刀修維書 自此刀全修維書收集告一段落 先把藍色的刀和全吃完 如果要吃紫色的要先把修維升到100 所以要開始練萬名掌了 練完全修維加74點 怕練超過,只要修維滿100 記得要先吃修維書喔 把兩本吃完加20點 要吃到橙色至少修維要150以上 萬名掌練完練紫維掌 全修維100後吃紫書 只有一本紫色的書籍 紫維掌練完修維差不多這樣 剛好超過150趕緊來吃修維書 剛好刀也超過150了 也可以把橙色的吃掉 再來練如來神掌 這本練到4從修維達到200 得到兵器精通 就可以換上甲級武器了 繼續練功 下一本來練無雙刀法 開局有帶文武莊嚴的真的比較好練功 把萬名掌、如來掌、無雙刀、紫維掌 以及開局的一級武功練滿 加上吃修維書 全修維會到272 耍刀則是249 接著進入無順館 與滿滿好感度達到敬仰 可以更關注請教一本滅天掌 將滅天掌練完 練完全修維會到346點 最後解福布的任務 這邊要注意不能選處決 選了就沒有秘笈了 一定要選放虎龜山 他才會把秘笈留下來 及格獲得鬼輪斬 點開武學把藍色的武功遺忘 繼續練技能 練滿武功列表長這樣 當然那兩個一級也可以替換成兩本甲級外攻 目前練完全焊刀的修維都已破300 修維差越高傷害越高 以上為我大部分開局達到高修維的經驗分享 我目前必須帶的悟道悲露武功 主要是萬名掌和天魔士文術 其他就看各位想玩什麼就放什麼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幫按讚訂閱分享 加開小鈴鐺 我是小瘋 我們下次見